这次到美国来旅游呢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想办理一个美国的储蓄卡 当然很多人会问 需要美国储蓄卡干嘛 美国储蓄卡它的作用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美国的一些苹果的商店里面有些东西是吧 我们不能买 我们只能美国可以注册美国的ID 翻墙的朋友都已经知道可以注册美国ID 然后也可以在美国的商店里面或者是黑五的时候去海淘 如果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储蓄卡或者是信用卡 有可能会被砍单 还有如果你要到美国来自驾 加油站里面一般都是那种自助的 而美国储蓄卡呢 它就可以加油 而我们国内的信用卡 它需要输那个编号 编号呢 编号会监测出地区 可能你就不能刷信用卡 需要到那个加油站去人工去缴费 所以特别不方便 对旅游的人来说都是比较好的吧 因为你只需要你的护照就可以了 我现在在沃克尼大学 然后收到附近有一个美国银行 我呢就准备去进去问一问如何办理一些流程吧 当然了我也不知道银行里面能不能录视频 到时候我先如果不行的话到时候给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可以呢我就全程录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刚从美国的华旗银行里面出来 这里面呢也不能办理 他这边有说旅游签证啊 就是我们持的那个旅游护照也是可以办卡的 但是他的一个要求就是必须提供一个两个月的一个房屋租赁的一个证明吧 然后呢海姐你的时间的必须要住满一年以上 所以说我们持旅游签证在美国待半年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身份来说是不能办理 他们跨行行也是不提供办理美国储蓄卡的业务的 然后之前去的那个美国银行 他也有说旅游护照都是可以来办理 但是你必须要提供一个美国地址 包括水电费的缴费证明 上面所缴的那个姓名 是和你的办卡所需要的那个名字是一致 他也可以 总体来说美国银行也是还是不行的 所以说网上有时候所提供的一些持美国签证 只需要提供一个美国地址 就可以办理的一个美国储蓄卡业务 好像目前来说现在可能行不通了 我所看的那个公立呢是在洛杉矶 然后他所找的是美国银行里面的中国 中国的一个负责人吧 中国接待人 叫经理吗还是叫什么我就不知道清楚了 或者是你的个人个人经理 是找的是中国的 中国人可能会更灵活一些 所以他就给给他们给办理的这些业务还是什么的 所以呢我决定最后要去洛杉矶嘛 然后在洛杉矶的黄人街附近找一个美国银行 我们再试一试看人们办理这个储蓄卡业务 好吧 好了今天就到这吧 今天就到这吧 好了我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一个办理过程啊 因为全程的英语交流 因为我没有找到中文的一个服务人员 应该是英语的 所以交流上特别困难 所以耗时了一个半小时 终于办成功了 办成了我自己拥有了自己的 就在美国银行这样的一个银行 他会给你像刚才所提供的一些信息啊 包括你的地址呀 然后一些等等个人信息吧 然后他再会给你一个 三十天的一个临时卡 对 然后他会在五个工作日之内 会把新卡寄给你美国提供的一个地址 然后你就可以开卡 然后最后就可以使用 就有你名字上面的一张卡 储蓄卡 美国储蓄卡 但是我上面看着写的是Visa 不知道为什么 好了 嗯 时间不早了 在美国办卡的一个过程呢 就到这了 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提供你的一个个人的护照 一张储蓄卡或者信用卡 你个人的和你护照是同名的 然后提供美国的电话和一个美国的收卡地址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需要任何的一个证明 不需要什么居住证明啊什么的 但是这个不是每个美国银行 他都是可以提供 嗯 不需要你的美国证明是吧 因为我们找过很多次银行了 目前我现在是在圣地加哥这个银行里面是支持的啊 不需要我任何手续 他就可以给你去办理一个美国的储蓄卡 对 好等我研究好以后呢 再给大家继续的分享这个卡有什么用 还有怎么用 美国卡的好处和一些注意事项 包括他APP的如何操作 如何用中国护照在美国办储蓄卡的一个视频分享呢 就到这了 好吧 如果你喜欢的视频请在下方点赞 并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再见 我现在在尔湾啊 我后面的这个建筑啊 就是尔湾的美国银行 因为昨天我在圣地亚哥那个西人给我办的一些东西啊 我最后在网上发现我的一个地址啊 它写错了 其实美国收卡的地址是正确的 但是我国内的一个地址 它写成什么江西省了 我提供它的是我本地的那个地址嘛 所以我担心我回国以后 因为地址的原因有错误 会产生一些误会嘛 因为昨天找的是西人 交流上面啊还是很多听不懂 听个大概啊 反正跟我把卡给开了 然后刚才就到尔湾嘛 我想尔湾的中国人挺多的嘛 所以刚才进去啊 确实有 里面有好几个中文的 中文的那个 叫什么 那叫经理吗 客服人员 然后他说了一下 他们这里填中国地址都是随便填的 这个地址错了呢也没什么关系 对 主要是美国收卡的那个信息啊 是正确能够正确的收到卡就可以了 想着不是要离开美国了吗 然后把身上多的钱呢 我就全部存进去了 以免从国内汇款过来 多收手续费嘛 是吧 省一点是点 然后他的ATM机上面啊 都是有中文的啊 中文操作的 这点是没问题的 都特别简单啊 好了 现在搬完了 就准备赶往机场了